好 第一个我们上个礼拜的节目里面 我们没有提到就是为什么很多的电子 比如说AI PC也好或者是机器人 可以涨这么凶 因为你后面有个电脑展 所以在展还没有真是出来之前 那你当然股票一定是反映在展览前 但是因为这个礼拜的时间 已经非常接近电脑展 所以各位可以去看到 相关的很多的一个个股 已经开始在陆陆续续的休息中 那未来会不会有一波 这个就变成是一个选股功利 那机器人的概念股里面 它从原先的零件到晶片 到后来已经延伸到光通讯跟资安 都可以把它纳入成一个整个 这个机器人的概念里面 但是现阶段大家就是一直在去找 什么隐藏版的机器人 或等等的同时 我反而要去想说提醒大家 就整个在机器人的逻辑里面 最强的当然是所罗门 所以如果未来还有一个机会 就是在这些个股 可能陆续在休息的过程中 有没有办法去找到所罗门第二 也就是所罗门它也不是 一路就这样涨上去 它中间有一段休息 那怎么去找所罗门第二 我们先来把整个机器人的族群里面 大概我算过三十几档的公司 那三十几档里面 大概我挑出十档 在今年度的报酬率是最高的 那第一个的话筛选的标准的话 一定是中小型股本 就是三十亿以下 第二个的话除了今年涨幅 跟本月涨幅 我去做了一个排序 这里面包含索罗门 尹汉 昆银 佳能 齐阳 罗森 广运 泰拓 KYA 然后星通跟星际 但现阶段来讲的话 这些哪些是在未来整理的过程中 我们可以去留意的一个方向 首先我们一定要有一个操作型定义 操作型定义的一个逻辑 就是说我们来看一下 这一波索罗门到底是怎么涨的 第一个的话 我们先不要讲基本面 因为他们都没有基本面 都是叫本孟比 所以你就只要管筹码就好 管阻力 管企图星 第一个部分的话 我们先来跟各位来讲一下索罗门 索罗门它的在外流通筹码的10% 大概是在13000张 如果你能够达到10%以上的 这个叫巨量 然后它的流通50%是66000张 如果你达到66000张以上的话 叫天量 然后如果有三天的时间里面 你又不到半年均量 不到巨量 不到天量 你就是休眠模式 你就关机了 你这个地方就要睡眠 好 索罗门在涨的一个过程中 它有一个很重要的逻辑 第一个的话 它是在这个地方爆出第一次的10% 所以它爆出完了之后 它后面就要休息一段时间 因为它第一次人家不认同 然后整理完了之后 第二次爆了这个所谓的10%之后 它就开始喷 喷出来之后 爆出第一个50%以上的时候 它的股价是72 所以当你看到72 你给它翻倍乘以2 就144 就是它未来可能的目标价 可以这么想 因为50%就代表 这个人假设是一个主力的话 他吃了50%的筹码 就吃了一半 所以如果你要让他吃到100% 就等于股价翻倍的意思 所以就等于是从72到144 它后面就当然有超过 所以经由这样的一个逻辑里面 我们把刚刚的10档股票里面 有达到50%的把它挑出来 各位不要觉得50%很容易 在外的50%吃掉的话 就等于你换两次 公司就换人座 做老板的意思 所以50%是很难的一个标准 所以10档里面只挑选出来 昆银 佳能 齐阳跟兴通 他们在5月24 5月17 5月17 1月9号 都有曾经出现50%以上的标准 当时的高点的价钱是30.9 59.4 这个消一下 这个是 昆银是85 然后62.2 所以你先给它翻倍 这个就是未来可能的想象空间 然后这个是到礼拜三的时候 它的股价 然后你自然就可以有一个操作的 想象的一个区间 然后之后再来观察 这个从哪的一个变化 差很多 差非常多 我要跟各位来讲 这个是我们算目标价的做法 但是不见得这个东西是铁率 但是就是你观察到这个的时候 趁它休息的时候 第一个 我们来看一下齐阳的部分 它是在54.5这个地方报巨量 它是在85这个地方报天量 85的一倍就是170 它现在是109 这是第一个要注意的事 第二个的话 因为齐阳在礼拜三涨停 礼拜四跌停 跌停没锁住 但是它因为在上个礼拜的时候 它周MACD才刚刚创新高 所以正常来讲 它的这个礼拜 就是我们录影的这个礼拜的话 它应该是要收十字线 或者是收AK 正常来讲是这样 90%的机会 如果它还是收红棒 因为我们不知道礼拜五 如果礼拜五还收红棒 然后把它变成了一个彩虹棒的话 我们就可以用这个空间乘以2 这就是它的一个目标区 又可以乘以2了 对 这个目标区是146会小于170 所以你就可以知道 每一个关卡价就怎么去设 这个就是操作这个所谓AI股的一个做法 所以现在我跟各位来讲的 AI股我不会乱选 或者机器人我不会乱选 我反而是去选强中强 就是谁 当初所罗门怎么涨的 我们用所罗门的模式去看其他的股票 反而会在这种盘式比较震荡 毕竟礼拜四跌了快300点 那这些人他跑不掉你就不用担心 这种概念 好 那接下来 筹码还在的 筹码还在的 因为这些东西就是一个保护材 它吃了这么多股票 不管它是用当冲也好 隔日冲也好 反正你有这么大的一个量 相对来讲就等于有索码的概念 你就像我跟银行借钱 当你借到10亿的时候 是银行来求你 不是你去求银行 跟你借100万 那是有很大的差异 所以当你洗到这么大的量的时候 你就是S-Talk 你就是自己讲话了 同样的一个道理 比如说你看星通这档股票 它是在这个地方爆10% 它是在这里爆50% 50%的点是62.2% 所以翻倍是124.5% 经过这个地方之后 它反而呈现长期间的量缩 所以像这种量缩的股票 就是说你要么你就选高姿态整理 做横向 要么你就选择压回来做一个打底 什么时候爆出连续两根的10%以上 应该就是它正式要准备发动的时候 但这种股票就是要在它整理的过程中锁定 现在还在整理 对 它是属于所谓叫MCC 就是光线路网路 这个也跟AI有关 也会跟未来的机器人有关 结论就是一件事情 就是大盘现在已经开始在震荡 我们不知道它这一波 是不是像上一波一样回1500点 但是只有在这种时候 你就记得一件事 就是狭路相逢勇者胜 越强的股票在这种时间点 反而是越安全 OK 越强越安全 对 因为筹码都在特定人手中 你的筹指的是筹码集中的股票 对 因为它不拉一波 它跑不掉 它死得比你快 是这样的概念 好